幸福好时光 今天帮你访问到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 他是文化人类学在巴黎念博士的 还有民族学的博士蔡世任 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 他驾到沙哈拉沙漠去 真的是太适任了 因为他念的就是人类学跟民族学 我花了大概星期六星期天 每一天读完一本书 我觉得蛮享受 因为我最近也在写博士 我就是没有去旅行了 我在写历史学的那个博士 越入乌南越入书院 那就很辛苦 但是看了他的这两本书 我第一个感觉 就总归一句话 我觉得我一点也不辛苦 因为怎么会有人 就以身试法去过这么辛苦的生活 浪漫当然也是有一点 你很佩服他 但是你会知道说 哇这真是人生最艰巨的航程 而他还撑着呢 世任你好 大主姐好 大家好 你回到台湾什么感觉 你先说这段回来的旅程的心路的转变 我每次回来都需要一点时间 就重新适应文明的生活 就觉得很像回来感进度 因为在那边就是生活非常简单 所以有时候回来就真的会需要一点时间 适应文明世界的生活 那你这个状况是说 你已经非常适应 沙哈拉沙漠咯 就是会找到一个方式是自己在那边比较可以过日子 就是我不可能完全跟他们一样 然后比如说觉得天气很热还是觉得很受不了 很多餐还是受不了 但是就是尽量在那个环境可以就是比较舒服的活下 那你回来的时候有快乐的感觉吗 还好耶 对 那你已经真的 已经完全适应那里了 我觉得 你回来并没有像 因为我有朋友 他是嫁到外国去 而且他嫁到伦敦 他连回来每天有的时候是 兴奋得要命 我也不知道说 你明明是从文明的国家来的呀 我自己倒还好 因为可能 我觉得我在 就目前在北非 还有我很想做的事情 所以回来就有点像休息 然后但是够了就觉得说 我还是要回去奋斗 所以回来还是有宁静感 对不对 会 会就熟悉 然后比如说我的朋友亲人都还在台湾啊 然后回来会有一些情感上支持 之类的这样 我看了你的这个娑婆沙哈拉跟沙哈拉一片应许之地 那么哪一本是最近的呀 今年是娑婆沙哈拉 是讲情感跟婚姻的部分 然后去年就是一篇应许之地写的是 我在沙哈拉的一些职业 我的工作啊 我在那边做的事情 好吧 你可不可以从你从为什么去那里 你自己开始讲起 我不要打扰你 我话一向太多 就是因为我本来是在法国念人类学 然后觉得就是在法国念书的时候 很偶然我就跟来自北非的一些阿拉伯裔的移民女性 学跳舞 那你请问在人类学你的论文是什么 我是研究台湾民间信仰 就是一些仪式啊之类的 但是我博士是在法国念 理论是在法国学 但是我的天野调查 研究对象其实是台湾这边的 我觉得我们大概会有一些 因为这样我们写自己本国的 比较容易过啦 我必须先把我投进去 所以那个软堂文化 我想我们应该有一小部分是会 有一点点交界的啦 好那我们忘了我们的论文 我们就回到你去沙哈拉 刚开始的源起是你在这里教舞嘛 你回来不是教人类学 你好像去过中研院还是哪里一阵子是不是 我回来我就直接走舞蹈这条路了 就很想试试看 你就是一个挺妙的人 你也不会说念完博士 赶快去某一个教职 我那时候知道说我要 因为我很想 那时候很想跟舞蹈试试看 就是我有这个意念跟欲望 我如果没有去实践我渴望的梦想的话 我会变得很见酸刻薄 我自己知道 就是觉得说我只是没有下海 我出来的话你们都不如我 自己知道会有那个妄念 你就跟我自己内心会随笑 然后说我如果没有去做我要的事 我一定会变神经病 我想了不然我会愤世技术 我自己知道我会 我蛮喜欢你用那四个智间三刻薄 还不敢这样形容自己 想说那就试试看吧 所以你开始是去教舞嘛 对不对 可是你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啊 因为我看起来照理说你是个坚强的人 但那个打击似乎很大你才跑去杀他啦 其实就是现实跟市场啊 就很很 因为我在法国是跟阿博女人学跳舞 他们的舞蹈音乐是日常生活当中的 不是为了表演 音乐一下他们就很自然开始起来跳舞 我觉得那个很自由 然后让女性的肢体都要绽放 是一种身心合一乐舞合一 我觉得很美 所以他们是跳即醒 然后不是为了表演 我就很想把这个东西带回来 然后没有想到就是 在那个时候就是台湾还是女性学舞的 比较想要就是 表演 对学 把舞马背起来 上台跳给大家看 这时候要怎么摇啊 那时候要怎么动作 然后会一直在那个 比如说舞台的性质 比如说舞一我要怎么样 他们对于这个的重视会员 过于对音乐舞蹈背后 或者说我可以怎么样去自己跳舞 然后变成说我那时候招生就很辛苦 然后但是因为我在社大马 招生辛苦应该打击不了你 会耶 因为你就是你的生存是受到限制 跟有危机感 然后你又 其实你要是打一个心灵疗愈就好了 但是也很难这样去欺骗 欺骗消费者 我喜欢你的个性来继续讲 自己那个时候已经来月份是技术了 我就不可能 而且走成心疗愈没有说服力 所以也就是说 虽然你自己觉得你教的很适任 但是呢就遇到很多攻击 那时候有 就是因为可能 因为我是立完博士才回来 然后那个时候 我又出一本书 跟心灵工坊合作 出一本书这样子 然后就是那本书叫做 管他不是学会跳舞吧 然后别人说就是 我好像一刚开始回来有一些加持 就是有出书 又有学位 那就别人说 但是我其实实际生活是很辛苦的 但你危害到了 就是说本来在教中东肚皮舞的圈子 对吧 就会有人觉得说 你是来干嘛 什么的这样 然后网路上就有一些不太友善的言论 然后其实网路就这样子 就他可能只有几个人骂你 但是你就会自己想很多 就是会无限扩大 是不是你觉得 我被射飞标还射的不习惯吗 我都有点习惯了 那时候刚回来嘛 对对对 明白 你下次如果有什么 后来我的朋友最喜欢来跟我讲 包括某些教授 他们要选什么校长 也都会被攻击 我后来想想说 为什么你们要来找我来慰藉 他说因为你被射的最多 我说原来我的作用在这里 你有经验 我一定会跟你讲说 那没什么 一个人会变成五百个 对不对 想象中 所以那时候精神觉得 就觉得很伤心啊 但你没想到说 那我回法国好了 你是跑去沙哈拉一个人旅行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浩人基金会 他在招海外志愿工 就是把台湾这边在NGO工作的送到海外去工作 这样就他有一个交流 比如说把我们的一个 就台湾这边的人才带送出去外面为当地工作 然后再把当地的经验带回来 就是一个双向交流 然后我觉得很好 我就投履历 然后就上了 所以你就去摩洛哥 然后顺便去旅行 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只是想离开台湾 就觉得我在待我 我没有办法 我就想说那我需要离开 有个机会 我入选之后 其实评审是希望我去 我想去埃及 因为他是越武嘛 但是他们就觉得说 我会法文 我念人类学 他就希望我去摩洛哥人权组织 那我就知道说 我不接受 我就没有这个机会 我就说好 多久 一年 签约是一年 但是可以再续约一年 那总之我就先去 你是总共去了一年还两年 我在那边大概一年多一点点 然后后来因为 因为知道说 那个工作其实 我大概大概一年学习很多 但是我就没有想要再继续 我就回来 因为那个人权组织 他虽然说 没有党派色彩 但是你久了 你就知道说 其实上班的是一群人 你下班离开之后 另外一群人进来开会 他们才是幕后的人物 他们有些其实都是 摩洛哥的一些政治人物 那我就觉得说 我也不知道我在帮哪种政治人物 打扫舞台 我就没有很想继续这样 我可以体会 对啊 好 我们等一下再聊 那他是怎么样 遇到这位 看起来是那种帅哥登场 然后就被迷惑了 就留在那里 架到那里 这是勇气十足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蔡世任 那他从摩洛哥回来 而且他这个摩洛哥 我说真的 他嫁到哪去我都不知道呢 我只去过两个城市 我也是自作去旅行的 一个是卡萨布兰加 一个是马拉克舍 但这两个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都已经算是交通相当齐全 不用齐骆驼就可以到的城市 你那个地方在哪 他在摩洛哥南部 然后靠近阿尔吉利亚的边界 所以我们那边 你往郊区走 然后站很高 你可以看到阿尔吉利亚 所以你是怎么样去遇到 你现在的这位什么被伤 我后来因为后来的关系 我就去到摩洛哥的人权组织 因为我对于摩洛哥 有很深的好奇 我就不想一直待在首都的办公室 我那时候首都在拉巴特 我就觉得我不想一直待在办公室 我就跟我的上司说 你们摩洛哥有什么很值得看的 他就跟我说撒哈拉 我就撒哈拉 那我怎么去 他就说他在跟我讲 后来我就一直很好奇 就一直骚扰他 你跟我讲我要怎么去看沙漠 后来他人很好 他就帮我安排个机会 就是说用组织的名义 因为我必须还是要上班 他就用个名义说 我去沙漠做调查 我调查气候变迁对沙漠的冲击 对游牧民族的影响什么什么的 用调查的名义 做报道的名义 让我可以离开办公室 我就是到沙漠之后 因为我需要做这份工作跟报告 我就找当地的导游 我才认识我先生 他是当地的导游 描写一下场景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韩剧的那种少男明星出现 就真的是有点命中注定 那是几年前 2011年 那很久了 已经过了20几年了 那是几啦 2011啊 对不起 我有问题 我对中多男人的印象是他们年轻还小的时候都很帅 所以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应该是20出头 30几 已经30几了啊 我看到照片 就是我看到他年轻的照片反而没有遇到他的时候那么好看 我一样他就是刚好就有点 就是有点沧桑 但是又是好看的人 这是不容易的 就觉得很迷人 现在就比较像奥基桑 当时是什么场景 你描写一下 因为我需要导游嘛 然后我就请他帮我介绍 后来他就 我不知道那个人其实就是他 谈歌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亲戚之间 就是工作互相介绍 就是游牧民族 其实后来你会发现说 整片沙漠都有经济关系 对 都是他们家族的 后来都是他就打电话叫他来 那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说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人长得好好看 就是整个样貌什么的 然后就是 就是鹅蛋脸啊 然后就是五官很立体 他们是不是也很高 我先生没有很高普通 但是就是说就是 因为他们穿长袍 你就觉得很修长 真的因为我连我朋友都说 我先生就是穿长袍包头件的时候超帅 但是穿上一般的衣服就还好 然后就骑着 不是骆驼是车吧 新摩车 对 然后就骑来 然后就是 他就觉得有一个观光客需要带导览 然后他就上工 这样子 可是你是人权组织派来的 你说你曾经骂过 你先生是奸商 尤其是本来他的摩托车是坏掉了 对不对 对 就是因为他跟我约好 就我们约好早上要去带导览 他就是整个迟到 我就很生气 他没有出现 我就很生气 后来他们才跟我说 因为那个摩托车不是他的 然后他怕跑那个荒野 路上会故障 然后说他就先修车 结果修车太晚 就太累睡着就忘了 然后就说这个理由 很奇怪吧 太扯了吧 这样 对啊 所以你就把它fire掉 对 然后就 我那个朋友 又帮我介绍另外一个 没有想到 其实是他侄子 结果来的还是他 对啊 就是一直通个家族 你根本逃不过 就根本不知道 不知道谁是谁 后来就会 后来那个侄子 他有帮我带过另外一段 我就真的觉得说 没有本来的好 就那个认识的程度啊 介绍的程度什么的 后来是本来就想说 那不然我再叫他 再帮我带哪一段的时候 就是那天清晨 就发现说 怎么在门口等的是 是原本那一个 咱们很好看那一个 然后原来是 他另外一个侄子 就是刚好 车子不行什么的 反正你不管怎么叫导游 都是他们家族的 对对对对 不管怎么碰撞 就是都从他们家族 所以也不要对另外一个人 说另外一个人坏话 他得罪一个人 就得罪一挂 他们表面都不跟你讲什么 毕竟他觉得你是客人 你是来花钱的 我们只要赚钱而已 可是后来你看到的 竟然又过了一天 是两个人 你一个人干嘛 两部摩托车 但是他们就很容易 就是 就是他 有一个现在上工 另外一个过来会合 变成你付两付钱 都不好意思 就他们就是很会这样子 对啊 那也要有钱可以付 万一遇到没有钱可以付 光刚会就会觉得 被敲竹杠对不对 而且一直你明明是NGO的 他还带你去各个那种 就是 小伙伴店 他们还好 因为我完全走的是旷野路线 找不到 那台路完全没有上店 就省去了去 可是你书里有写啊 说他们有把你带去 一直叫你们买东西 那个是那个还好 不是说真的是那一种给观光客的 但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会有利润 因为他们就完全整个靠观光业 因为毕竟干旱之后 有民族他们就是只能靠观光 那个没有办法 可以理解但是很烦 那后来呢 怎样爱到更参加 后来 后来因为我 我后来是真的觉得说 他戴的比较很好 然后当然长得好看也是 小心悦目 对啊 就觉得 然后后来 后来就 而且又未婚是吧 对对对对 对对对我先问过 其实那时候摩尔科那个男人 三十几岁未婚很难啊 因为他家里穷啊 就是因为他上面的哥哥都结婚 但是中间 他前面还有两个还没结婚 他最小的 要牌哦 对 然后就是为什么卡到 为什么卡在这里 没有往下继续结婚 是因为没有钱 然后后来 我认识他之后 我们走进婚宁 所以他反而比前面两个哥哥早结婚 因为我的关系 是对 为什么一定要很多钱才能结婚呢 我觉得有 比如你要整修房子啊 然后你要付婚宴啊 什么的 所以他们其实会有 就一定要 不像我们这样 有时候公正也可以结啊 他们那个钱通常不会说 对我们来讲 不会说真的很多 是 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 你要付婚宴的钱 那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负担 但是你 像我结婚的时候啊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他们就是 那个平常都四三个定 那我们要结婚不是要请客吗 你才知道有多少亲戚 很多 就是他就那个人 他堂哥帮忙打几个电话 就扩散出去 就各自打电话 大家都知道你要结婚 然后就想到哪一天 那天人就来了 然后男人女人全家来 然后女儿就带小孩 总共到底来了 好几百人 那结婚在干什么 大家 吃吃喝喝唱歌跳舞 就像印度那样跳三天三夜吗 我那一场没有那么多 因为我没有娘家在那边 他们就是他们婚宴 基本上传统是三天 第一天在女方家庆祝 然后第二天在男方家庆祝 然后第三天就宾客吃完饭 就陆陆续续去离开 对 那就很热闹 人很多 这是蔡世任的娑婆沙哈啦 我们一定要先听完 美丽的罗曼史 因为背后我觉得 有的好受的呢 但你还没有结婚之前 她是 你们到底见过几次面 然后怎么下这个决定 因为你虽然是个 有点冲动的人 但你内心也还是蛮理性的嘛 对不对 我看你处理事情 还是相当的概念 你是怎么决定嫁给他 没有挣扎过嘛 其实我那时候跟他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有点天雷共用地火 突然之间两个人突然有感 第一次一照就这样吗 慢慢的 就是在相处当中 然后他 因为我对游民族有一种情感跟关怀 他就发现我人很好 因为我愿意帮助他们 他开始都有好感 后来就是突然之间 就是感觉对了 就两个人都同时对彼此有感情 后来我们就有在一起 后来我当时本来想说 大概就是一段浪漫的短暂的恋情 本来就在NGO 因为你还是会 两人也要回来 对 那本来想说就是一段 就是一段感情 这样子 但是我没有想到会维持那么久 就是我后来就回台湾工作嘛 然后我们就是用那个Skype联络 这样子在2012年我回来 一直到我回去 2014我再回去 中间我们全部都用Skype远距 就是这样也可以撑很多年 然后2011我们才结婚 就是其实中间也是有 那结婚就是 他后来因为隔了很久 然后才跟你说 嫁给我好吗 其实也没有这种的 就是讲一讲 什么讲一讲 因为你会很清楚说 那远距你不可以被子 然后两个人是想在一起的 那你跟家里的人讲 你家里的人 我觉得基本上应该觉得 虽然女儿本来就很叛逆 可是这下子 哎呀怎么了得啊 我爸妈一直给我很自由 我觉得我爸妈给我自由 是我没有 因为我没有小孩 假设我有小孩 我不可能这样子 给我的小孩这么大自由 多大自由 你真了不起的爸妈 我觉得我爸妈蛮那个的 蛮厉害的 因为我回来 那时候结婚 我就跟我妈说 就跟我妈说 我要去 就是我不是商量 我是告知 就我决定了 我就跟我妈讲说 哎呦我要 嫁去那里面 然后我妈就说 你又比较重 就这样啊 对 然后我就说 不知道比较重 阿爸不知道 可是你 请问你爸妈职业是什么 因为 大概这个年纪 你上一代应该年纪都蛮大 现在大概七八十吧 对不对 对啊 他们能够这么open 我爸以前是老师 那我妈妈就是家庭主妇跟她是裁缝师 就是那种以前人家在家里做衣服那种 对对对对 这样就还给你这么大自由 我觉得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年纪已经很大了 就随便了这样 我妈就我妈很传统 她觉得我与其让我没有结婚 让你试试看 不如我有个归宿 大概我算起来 大概你结婚的时候大概四十岁左右 快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就这样就你去吧 对啊 就觉得说 至少你有 她觉得至少你有过归宿这样子 可以走到哪里 她也没有想 她也不敢想 好那我们就要回到说婆沙哈拉 这是时报出版的 现在就遇到了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当然是有一些经济力上的落差 那本来你结婚的时候 因为她前面有哥哥还没结 所以希望呢 我觉得那时候还蛮猛的 就是希望 是不是把她哥哥婚礼跟你一起办一办 你断然拒绝 而且我那时候就是 很崩溃 就是我已经说我不要了 但是他们就不管 就继续讨论 但他哥哥到底那时候有没有对象 还是只是想顺便给你办一办 他们那个对象都很简单 就是说他们的 他们很传统 所以他们的婚姻都是父母决定 比如今天 我儿子要结婚 我看上我亲戚家 哪家的女儿 我就问对方的父母说 那你女儿嫁给我儿子好不好 对方说好就成了 而且他们是不是堂兄妹什么 表兄妹也都还行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两个年轻人 婚前并没有看过 彼此 跟了不起看的照片 知道是谁家小孩 然后没有相处 然后就结婚了 但是因为 女方是嫁进来 男方家 所以是女方必须适应 因为是同一个亲族 所以那个适应上的程度 就好像都还可以接受 你断然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很心 我觉得那时候 你的理性是整个出来了 就觉得很夸张 就是我这辈子 应该就结这一次婚 然后我要自己花钱 那个都没有关系 其实就有人要搭便车 然后我觉得说 婚姻应该是让这个家族知道我的存在 把我介绍给这个家族 然后如果你又另外一对 然后他们就是同个亲族 那我不就被边缘跟默化 你本来就已经很边缘了 因为你就没有女方亲戚了 然后到那时候 你一定变成一个陌生人 而且他们要你付婚礼的费用 对啊 那我们就不是提款机 对对 这样就会变 你一开始如果屈服 就会变提款机啊 对啊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太夸张 然后我先生就完全不讲话 因为他就是老妖 在你这样看起来 在游牧民族老妖 是没资格讲话 只能一辈子为家长卖力 这样的 他到现在都还 那个就是 在里面 在脑袋里面 根深蒂固 所以你去觉得 应该大家就觉得说 哇哦 来了一只母老虎 就很失望 尤其是他哥哥就很失望 因为他哥想说 可以搭便车 所以他哥就说 反正 这样就不必花钱办两场婚礼 然后反正只定一个就好 尤其他 尤其他等的结婚等很久了 因为他上面那个哥哥 结婚之后 因为穷 就一直没有办法轮到他 这感觉就有点像 那个台湾人 就是要按顺序的 如果中间卡一个 后面就会变成 就一辈子嫁不了 而且他也还有姐姐没嫁出去 但是他已经错过了 这个有时候很妙 对不对 没办法 没人跟你说情假 你也没办法出去 找一个女人都在家里 他们那个就是 一下我就想说 我女儿是嫁不出去 我可能就帮他 干嘛干嘛 安排下杯 他们都没有 他们就等着阿拉安排 这也是一种乐天之命的感觉 阿拉就没有安排 好 那么我们等一下就来问 蔡世任 一去之后 就面临到爱情与面包的选择 他刚开始最大的冲突到底是什么 幸福 好时光 这是蔡世任 一个非常特别的作者 娑婆沙哈拉 他的文字很好 后来我才回过头说 他得过了很多的文学奖 也许 这是他人生必经的旅程吧 不过 人家那个三毛 他后来当然也是架在 就沙漠 可是我觉得他比较像是用旅游寻找浪漫 你用你这么好的文字 其实写的是一个 跟一个游牧民族的家族的惨斗史 跟你创业的艰辛史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著作 来谈一下婚后 你最大的适应不良 我相信你这么独立的女人 又在法国念完博士 你不可能适应的呀 你知道 就是我刚回去就有常常人 就是叫我什么现代三毛 我就觉得差很多 因为其实你看 你要去想三毛的先生何希 他是西班牙人 而且他们那时候 即使在沙拉有生活过 都是西属沙拉 是西班牙在沙拉殖民地 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也没有跟大家族住在一起 他没有婆媳 就小两口子 他没有传统大家族包袱 所以我觉得 我就一直觉得说 人家三毛演的是偶像剧 我演的是乡土剧 就是要省很多那种 冲突挣扎什么的 就现实人生 他们有演 你来讲一个 你觉得一刚开始 最震撼最离谱 我想回台湾 我可能受不了了 就是从很小开始 他们就很小的事情开始 不断的来跟我要东西 是啊 因为你经济力比较雄厚 小孩就算了 就是你小孩啊 就是你不是给一颗糖果的问题 是你给一个 这一颗糖果 等一下就一群来跟你要糖果 所以你给一颗糖果的时候 你要准备你家有一袋糖果 可以给每一个人 这就是我后来去一些 就是经济力没那么发达国家 你就 你也不敢给人家东西 因为后面会有一堆人追你 对 然后这个东西 他们每个来敲门 然后空间的界限 他也没有界限 他随时敲你的嘛 对 就是他们就是 他就把我家当他家 然后变成说 我的生活空间很受干扰 然后我们民宿应该是用营运的 对 就那时候感觉就很像是家族的游戏间 就整个我很痛苦 我现在也很痛苦 对 所以你清理也没有用嘛 不多久就来 对 那个 你刚开始还遇到 除了刚刚婚礼的震撼之外 你看到这些小孩 他还会进你的 那个只要客人快来了 收拾好了 他就进冰箱 一会儿偷喝冰水 一会儿偷吃饼干 把客人东西全部用掉 甚至会拿 那个什么 吹风机 拿旧的来换新的 把新的就带走 那个什么 那个果汁机 然后就是 你的东西 你放冰箱 他就说消失 不然有些小孩 他发现连那个嫂嫂都会 他就是 那个不是有优格吗 那种小孩子爱吃那个 然后我就 因为我们家 我就想 因为我就要懒 想说我走到干嘛点 还要一段路 我就都会先买 买个十盒 放冰箱 早上买的时候十盒 大傍晚我都没有吃喔 我现在也没有吃 就打开三盒 就消失了 还留三盒给你 也算有的 对啦 然后就是嫂嫂就会进来 他不是那个围裙 然后女人衣服都这样子 他就是藏在里面 然后就藏回去给他儿子吃 你在这里面写说 你三嫂也今是所有嫂嫂中对你算好的 可是你有一次回台湾的时候 民宿的床 所有的床全部一回去就是空的 也就是你如果没有在那里 你的民宿也运营不了 对不对 我不在是我先会弄 那只是说就是变说 连床都不见了 这是怎样 他就直接来把你的床垫带回去 就趁我不在 床垫是那个沙发床的床垫 就是那种我们的堂皇床 但是没有那么好 就是因为 铺在地上那种的 重点在于他们一般都是睡那个毯子 比较便宜的毯子 薄毯子 他怎么这么大胆啊 他就来给我拿那个厚厚的那种 我们一般堂皇床 因为他是看那时候反正民宿没有营运 那搬走会搬回来吗 当然不会啊 然后如果我去跟他要 我发现都是很久以后 我发现我去跟他要 你先生难道没发现不可能 他都在那 我跟他那个就是亲情 血浓于水 我哥哥我常常需要 我怎么能够拒绝 尤其我们现在家里没有客人 而且他不是搬在他家 他搬去给他的亲戚说 就是这样子 那你就要重买啊 你这样敢不合 我就是常常东西消失东西消失 我说真的我个人产产损失算了 但是他会让我尴尬的是 我可能下午晚上有客人要来 我买了食材 他就给我搬掉一半 我说你知道我怎么做生意 而且他会让你 也就是说你最难训练的 就变成是员工 你要做的事跟别的民宿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你要担心的是自己人 而且我觉得很可怕 然后一来客人一来没有床垫 或客人一来 所有准备熬的食物都被吃光 还有你这里面写说 客人一来 就明明花了很多钱叫他们来煮菜 结果客人吃不饱 告诉你菜没了 这好可怕呀 然后他就是 他就是不买 我买的是够的哦 而且超过的 他就煮一点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因为台湾客人就很客气 结果说 因为有什么酱瓜什么的 我就觉得很尴尬 就表示客人没有吃饱 就算了 客人离开之后 然后又领队也知道我的为难 就是说 啊我们回去 我们旅行团有 怕没什么 就先带回去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 可是这里还是会有客瓶啊 对啊 然后重点在于 我的震惊在于说 就是等到客人离开 你就发现不对 冰箱食材是在的 是他们没有煮 然后就发现就是 他一个子子就把那个 我们厨房窗户打开 就是家族的后院嘛 把那个窗户打开就把我们冰箱的东西 直接从窗户搬回家了 所以他们已经是筹备好的 对 可是我就说这件事很为难 就你的最好的敌人就是你家人 当然这个在台湾也挺常见的啊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 以你的个性 你又有一点这种仗义直言的个性 你是不是被就感觉自己气到快中风 又有理讲不清啊 我如果没有站出来捍卫的话 他们就是会一直一直一直 是啊 他会试探你的底线 那他不惜去破坏弟弟的婚姻 也在试探你的底线 他不觉得那个是破坏 他觉得他是应有权利 因为他们习惯 他们的传统就是 因为你说你就要听老公的 对 我的财产是我先生的 我先生的是全家族的 因为他是老妖 所以他不觉得他在欺负你 他们娶你的时候 其实是很快乐的 但是听说只要是 你自己也有写嘛 跟外族人的婚姻 基本上很难长久 他们 我跟我 当地摩洛哥的伯伯人 比较会跟外国人结婚 我现在是贝都人 他们很少 他这么大家族 他是第一个娶外国人的 所以我那时候结婚 我就知道说 他们对我其实有经济上的 都会想象 就他们会希望藉由我有更多的机会 跟资源 我不介意 但是不要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本书让我觉得最大的惊讶就是 一个台湾女子的任性 在那里 从2015年算到现在也8年了 对不对 而且他还在那开了民宿 当然这中间也历经了你先生的 爸爸过世的那个过程 我后来发现你最怀念的是公公 他就是我至少我在那边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爸爸和他妈妈对我是善待的 比如说我对家族的付出 他们看在眼里他们会谢谢我 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但他们要handle一个大家族 有时候也遇到了状况很难替你说话 很难替就一个人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也知道说就是他们两个老人家对我的要求都不是为他自己 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孙子更好的环境 你真的好像看起来叛逆 可是你骨子里面也还真的还蛮台湾女人的 是啊 你说梅鲁卡的村里有小小杂货铺 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沙哈拉沙漠里面游牧民族女人的地位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蛮凄凉的例子 因为他们就是男性掌权经济呀什么的都在男性的手中 女人如果想要有什么资源或权利的话就靠儿子 就是母平子贵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然后我们家附近有个杂货铺 那个老先生人很好 然后他有三个小孩三四个这样 然后都各自成家 他老婆死掉之后就娶另外一个女人 然后那个女人跟他没有小孩 那个女人几岁 那个小他很多岁 大概小他二三十岁 就是就跟着他一辈子这样子 就帮他把三个小孩养大 然后但是他自己本身没有小孩 然后所以他的收入什么的 全部都靠他先生给他 然后有一次就是老先生生病不再去 就是去看医生 然后他就帮忙 就是在杂谱帮忙 有一天我就发现那个太太怎么不见了 后来我现在跟我说 因为那个他们家发现说 那个太太会自己藏一点钱 那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偷自己家的钱 你就把他修掉了 所以那个女人变说 难道他怎么办啊 他年纪也大了啊 他年纪大了 所以他就回娘家啊 看娘家一定要养他吗 看娘家有谁愿意照顾他 我就觉得其实很不公平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小孩 那你不担心吗 你也没有生小孩 我就回台湾啊 哎呦 你哪看得再厉害 就都想过了 那 但是你说 你现在之所以还待在哪 这个状况 我可能每天都在那里 打群架 把东西都放进保险箱 因为你一直要在人家 予取予求 实在受不了 老公再帅我也受不了 我就过着简朴的生活 就是没什么可以偷得 可是你现在你回来 因为我刚才还有带很漂亮的地毯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也还算是 就是有这个收入 还有你有带那个什么 新晋旅行社 还有那个叫什么 半半 半半对不对 有这个旅行团啊 你的收入应该 跟他们比起来是相当丰厚的 未必 因为光光 因为疫情之后 我就没有客人 但是他们的他们有他有个哥哥的帐篷 一直有客人 所以他哥哥赚的钱比我多 所以他就是四哥嘛 可是四哥本来就是 我觉得你就写起来他真的好无赖哦 你盖好民宿之后 他就说这是在我爸的土地 然后你的老公就辈分比我小 所以这是我的 我这话他讲得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目瞪口呆吧 我就是整个愣住 然后其他人也都愣住 但是我都知道说 不会有人贴我张一直言 那怎么办 就自己跟他杠啊 嗯 然后呢 他也不敢怎样 他们敢打女人吗 也不敢 他们不敢打我 他们会不会打他们家的女人 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去告状 我去警察局 所以你必须很凶悍的活下去啊 要很凶 然后 就那个其实很很挣扎 是我如果捍卫我自己的权益的时候 我先就会受伤 是啊 那为什么你先生 对我们台湾至少是说男生要挺起胸膛 但他们的规则也不是这样 重点在于他们被对女人没有像我这么汗的 对 就没有他们都服从 是啊 就没有一个站出来怎样怎样 就算被打也都不吭声这样子 哦 他们 你知道他姐姐还跟我讲过 如果哪天被长打我的话 就不要记家 因为就是不会怎么样 蛤 对啊 我怎么可能接受 张月涵不行啊 但你每天好像都在眼睛匪片 好 大家去看一下娑婆莎哈拉就知道 我跟蔡世仁在讨论什么 我真的真的觉得是 你应该喔 你都快被我供在排位上 就是台湾女性的 明明就是受仙来教育 就是台湾女性的 啊 这样的环境你还可以生存的话 哎呀 难怪我们可以渡过黑水沟啊 谢谢 好 那么这是时报出版的 谢谢蔡世仁 谢谢 现在时间十一点整 我们下期再见 我稍微卖你 我像一下你 就长了 你 母